在整個反對旺中案當中的發起人黃國昌 他在今天下午的記者會中講了一些話 我們來聽一下 這件事情調查出來 誰在發走路工給學生 我非常的歡迎 如果說今天這件事情是真的的話 老實說 我覺得最可惡的人 是去撤動整個事件發起的人 我以我的人格保證 只要有任何的學生說 我要求他們去參加 我正在參與的社會運動 我負百分之一百的責任 黃國昌 在下午的記者會裡面 我們剛剛也聽到了他一些講的一些聲明 鍾伯你認為呢 我假設拿錢的是少數 是有沒拿錢 那些沒拿錢學生心理想 哎呀我這麼挺你 怎麼現在出事了 你們就跟我說 最可惡的就是那些撤動走路工的人 哎呀我們不鼓勵學生這麼做 毫無所惜先走 我先走了 所以我當然不是那個常敬人 我對這樣的行動感到很遺憾 這不我覺得這個很像政府官員在說的話 不像一個學者說的話 更不像一個會為了反對媒體併購 崇高理想學者會講的話 提議跟學生切割 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你講到這個部分 是不是跟學生這樣子切割是不對的 還是呢他又有講些什麼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可不可以請教您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請問您稍早發動的行為 這個活動當中 有沒有任何背後的金錢支援 以及您個人有用法接受任何的金錢支援 我個人或者是這個運動 絕對沒有接受任何個人團體的捐獻或捐款 整個運動都是有陳設的社費所支援 好整個運動我們剛剛可以聽到黃國昌講了什麼話喔 但是學生有沒有拿走路工 我們剛剛從影片裡面都已經有看到了 那黃國昌有沒有拿 我們當然要問一下俊仁了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疑點重重 所以我們不得不在黃教授的發言裡面 去做比較精確一點的 坦白講就是挑與病啦 那黃教授您說您或者是您的團體 沒有接受任何的捐獻或捐款 在這裡我完全相信您 但是記者提問是 您有沒有接受任何的金錢援助 坦白講啦在不久之前 其實才發生了某位政治人物 他也是接受了很大筆的現金 那他在回應的時候 他也可以說我沒有接受任何的政治現金 或者是我沒有接受任何的金錢 即便他這麼說的最後他還是拿了 更何況我們現在要挑的與病說 你沒有接受捐獻 那你到底有沒有接受人家給你的金錢 這個金錢的產生不一定是捐獻 也不一定是捐款 他可能是一個勞務報酬 他可能是你幫我做了某些事情 所以我付酬勞給您 如果我這樣去推測有沒有可能呢 我不知道 那或許黃教授我們要麻煩你 再把這個事情說得清楚一點 那更甚至於您最後也說了 所有的經費都是由城社的經費 來支應的 那如果現場發放的這些走路工 是不是跟城社也有關係呢 這個我想您就不能說 您沒有責任或義務 去了解這個事情了吧 這個事情攸關您的親喻 我們也希望您可以提出一個說法 或者是協助我們一起把真相調查出來 嗯 太扯了 在這反對望中暗中 居然有人在發走路工 誰在廢後操控 廣告回來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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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